好,全球的戰友好,魏東兄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啊,咱們那個女主播林妹妹啊 林妹妹去參加這個朋友生日會去了 今天咱們魏東兄最近是忙於出書 但是也是百忙之中參與到我們節目來 歡迎魏東兄 我這是鐵粉,這是應該的 不用感謝 本期節目是咱們這個 中共這個委職業足球三十年 咱是第六期啊,本來想這個期末 因為東哥也一直說 就說這個,為什麼中國足球不行 啊,那麼現在咱們通過加入報道革命啊 我啊,確實找到源頭了 啊,中國足球不行 直接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 啊,不消滅中國共產黨不行 包括咱這個,有的戰友找不到老婆了 啊,現在還強頂啊 原因 這個,要沒消滅中國共產黨 包括我這個 到目前來說,東哥 四年沒雙修了啊 嗯 四年沒雙修 平權 代共產黨 啊,現在看來 咱們這個要滅共的腳步要加快了 啊,要解決解決 咱們的這個 戰友的這個 切身這個問題了 啊,這個東哥 來,咱們一開始 一開始咱從那個古中文開始吧 啊,東哥你來 呃,國東這個講的真正的意義 就是因為這個體制 以及這個一黨獨裁的黑幫的中國共產黨 啊,像偉東也是有切身的體會的 這種在中共的這種獨裁的統治底下 一個人作為一個就是生來被賦予人的基本權利的這麼一個人 他都得不到基本的人權的保障 啊,像偉東的母親 啊,父親 都是在中共的體制的之惡底下 是吧,失去生命 失去最後生存的這種土壤空間 啊,現在 越來越揭示出中共的這種醜惡以及有組織犯罪 啊,包括他們的興奮記憶的這個事情 啊,國家體育總局 從國家體委開始到國家體育總局 到如今在被世界上很多的機構 在去揭露出他們的這種有組織犯罪的這種行為 那麼前一段時間 看到了 就有就是中共的二十多名運動員說 說是被這個煙囪啊 被這個什麼西煙機啊 被佐料理什麼污染了一種禁藥啊 二十多名運動員在全國比賽當中 被人家告污染了 下了毒了,類似這種 是吧 這幫孫子就是睜眼說下話的這種 他們從1986年就開始 就這種話就一直撤咕噜話 一直說到現在 你知道嗎 現在又說又不是感冒 你去下毒到廚房 那麽神經病 而且下了毒得什麽呢 是吧 而且你這麽多現在這種手段 抓不著這個人嗎 他是外星人來的嗎 你說是 你知道說是人家美帝主義 什麽西方敵對勢力 是吧 你這時候還不抓一箱嗎 是吧 你哪怕你媽的 你最後找個替罪羊了 你也得逮個人出來吧 還有一個什麽 就是說就是說這個 要臉 首先是一個人 對吧 就是前天吧 我看那個新聞 不是說那個 有十一個遊泳運動員 要參加這個奧運會 但這十一個人呢 就是曾經就是被查出來過 就是陽性 就這個這個事來講就是說 喂 就這個事來講 我覺得就是說 你應該要點臉 給抓住了 對不對 你就趕緊就趕緊閃吧 現在就是 中國這個這個 這太奇怪了 這現場就 全世界小偷偷完東西就 麻爹就跑了 這把中國不光是要偷東西 反手還給給你一招 還沒人管 你知道 這個就是 這就是 體育界的這種現狀 我在那個 就是說我作為這個 體育大院 生活了51年 就從這個 我是 那個 2017年離開的 中國的 就是我 我今天就看到 就是說他們 就是吃興奮劑來講 對吧 就是我們能夠感受到 就是1986年裡 能被抓嗎 那是第一次 就是大規模的使用興奮劑以後 就被抓的這麼一個 很大的一個事件 對吧 你說說你被抓住了 你現在還是 中國奧委會副主席 是吧 你還 你還 那個那個 奧委會委員 你說 就這種 你說你應該要點臉吧 這個 對吧 就是說你這 你國家 國家 那個 你你你樹一個 是一個什麼形象的問題 對吧 你葉小波給抓住了 完了以後 你還可以容生少將 呃 呃 你說要臉那個事兒 咱先把那個 古中文那個小視頻 體育總局局長不是剛抓起來嗎 對 他們弄要臉嗎 對 就是說 咱把這個視頻 先先一放 啊 楊哥 視頻一放 啊 咱們就是咱們這個組合 現在看來就是不用視頻 幹講也講 講三個小時一天也沒問題啊 好來 平衡教授謝謝 來 我共產黨的事兒簡直是你就笑料大牙 這個狗中文上來了 他能這個項目跨向 我踢足球了吧 可以弄打籃球 打羽毛球了吧 可以打手球 他那你運動都是相通的 我有一次在使館辦簽證 旁邊也是一塊的辦簽證到西班牙這個 黑國家水球隊集訓到西班牙 我說怎麼樣 他說哇靠 我們好多打手球了都被弄到打水球了 就是根本他說沒法弄就差淹死了 每一個項目的運動特點都是不一樣 你不能說從小我幹了足球 我能在屋地上踢 我到了雪上也能踢 那不扯淡嗎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裡面 都是你能看到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共產黨 裡面這幫孫子 他們就是當官拍腦袋 狗屁不懂 但是他一定要指導你幹專業的事兒 所以他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狗中文上來了 這個袁美明不是一樣 李福榮都一個德行 你看 正好用你的視頻 講了沒幾天了 抓起來了 楊兄 這個狗中文 他是 那個2022年退了 這等於用完了 也就是把人給用過了 無論他他他媽的 是怎麼 如何如何就是那個 那個在這瞎倒 但是你用完了 用完了就 切磨殺了魚吧 這從表面上看 其實那就是說我認為 就是說你高志丹上來之後 其實高志丹是屬於那個 運動員 這個系統官員 上來的這個 這個利益團裡 派生出來的這麼一個官員 對吧 就是說你現在上來以後 你抓的就是那個 他的前任 前任就整那個 體育官員吧 就把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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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正華給給給給給給給出那個 那個國家體育總局了 這現在又反手回來了 就開始又開始整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狗中文 對吧你這個到底是真反腐假反腐 咱們這個狗抓住一個狗中文 肯定不是 就是說就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這只是一個小腳 掀出一個冰山小腳而已 對吧你你游泳 對吧你抓了這麼多人了 對吧你查出這麼多了 你怎麼沒抓游泳的人啊 對吧你這頭怎麼不查一查啊 對吧你這籃球呢 籃球現在剛剛那個那個 據說是整頓 但是你現在也沒有完成 讓大家看清楚 你籃球是如何整頓的 對不對體操啊 對不對你從高健開始 你一個國家隊的那個隊員 要進國家隊 你說多少錢啊 對吧 這個你不查呀 對不對 黃宇斌你跟那個你的師父 師父這麼那個掰了 不是就是因為那個選人的問題嗎 對吧 對吧 你們每一個人入隊的人收多少錢啊 對吧 這些都是要從反腐 這個這個這個 你都要從橫向的去看的 對吧 你不是抓一足球 你就使勁的捏端子 你使勁的捏 你捏出水来呗 捏出屎来 这是给我们的感觉 抓普通文 这不是一个 这是刚刚开始而已 对吧 你女排呢 对吧 你女排吃新温地 对吧 郎平现在走了 郎平下面这个杨芳旭 吃新温地是怎么回事 这也不提了 对吧 谁给他吃的呀 醋红素 杨芳旭就一个就把这个 这个新温地给打进去了 这是不可能的吧 对吧 这都是腐败 对吧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反腐 等于说 刚刚开始 我们拭目以待 看那个高日丹是如何反腐 而且 对 而且他从根本上 不是抓一两个人的问题 是吧 你说你抓了狗中文 李中文呢 王中文呢 是吧 你 这个这个 每一个项目的这些 中心的管理 主任呢 这些教练员们呢 你就像 李灵卫 已经成这样的这么一个人 对吧 被中共塑造成了 所谓的 雨潭什么 女皇了 是吧 完了 奥委会的委员了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了 是吧 他本身自己 就是 不能说劣迹斑斑 对吧 只能说是 对吧 一身的 这个这种 呃 你做过偷东西的事 你偷这东西 是偷别人家的金牌 不像那个范之翼 是偷那个海中的钱 是吧 他是 呃 这些 从根本上 他不去 抓 不去树立一个 好的风气 好的环境 好的形象 是吧 呃 你像 郭卓尔他来了以后 他们就是 所谓的 利用一些 他的手段 把 原先的一些 有实权的人 包括蔡仁华他们 是吧 把他们的这 人给干掉 哎 他来用他的 所谓的 刘爱杰呀 什么 陈应表啊 类似这些 啊 换上来 来去 通过 体育运动 通过 国家的这种 手 手段 来去中保私囊 啊 个人的利益 他们后来讲了 说古中文这个孙子 也是很好色 没事干 他告诉 这些 体育 女运动员有的 太五大三粗了 有的不行 但 他得 他告诉 你们送我钱 没用啊 你没用 送钱没用 对吧 得来个 女教练啊 女运动员啊 女的 这管理者漂亮的 哎 跟他上床 你才能 哎 最后 得一些 实惠啊 你跟他送钱 没用啊 这都是 中共的 这些体制之恶 就是一个人 他能操纵了 整个的一个行业 因为 他不需要任何的 职业能力嘛 专业能力 他不需要 他就是 我是当官 他原先是一个 教育局的局长 是吧 教育部的部长 哎 他就来到 局总局 让你 打手球的 打水球 让你跑步的 去弄什么 那些 速滑 什么那些 这个这个这个 我靠 差里面 摔死啊 有的是 跳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雪上的 一个东西 哎 有一个人 现在还在不在院 不知道啊 就已经摔成 半残了 就是在他的 这种胯项里面 只是没人报道出来啊 有的 一轮都很惨 被这么样的 肆意的 不叫捉弄 叫玩弄 对啊 但是呢 大家 没有任何的 反抗精神 一个 没有这种渠道 第二 没有敢于 最后挺身而出的人 前一段 有一个 倒是 像象棋的 柳大华 对啊 举报了一个 这个 什么棋一类中心的 一个副主任 什么一个女的 是吧 少在操纵啊 这个那个的 大部分的人 都有 这种 好像 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第二点 自己也有五点 第三个 没有勇气 其实就是说 这个体制界的腐败 就是从兴奋剂开始 但是呢 就是说 你现在很多运动员 就刚才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啊 14秒的小视频 有一个奥运冠军 举重的吧 那叫周春 周春华 叫周春华 现在四十多岁了 就是他上面写着是教练 给他下药 现在一生都不能生育了 本来现在 找糖了 给人搓倒去了 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说 他这个是很不幸的 首先就是说 这个教练 不管是真切 是怎么想要 但是他吃了这兴奋剂之后 肯定是那个 就是等于说 是给他带来残疾了 终生的遗憾 就是说已经不能生育了 但是我觉得呢 他在吃兴奋剂的时候 我认为他因 他已经到了这个奥运这个层面的时候 他应该知道 就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应该知道 他吃的是什么东西了 你像那个李灵卫吃的时候 我采访那个谁 这个黄美玉 那个护士的时候 黄美玉给他拿了 那个黄黄通顺 给他一把 他还跟那黄护士 那个黄护士说 我这还有 还有几粒呢 他把那几粒放在一块 他在嘴里 你说他不知道 这黄黄通顺里头有那个 韩巴黄通顺 他肯定知道 就是在中共的体制里面 这些所有的人 最后就成为了一个既得利益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吧 我只要能拿钱 能出名 能得金牌 无所不用其极 完了 这就贯穿在他整个的人生当中 就像李灵卫 他就为了几千块钱 他也让小叶报销 是吧 为了点这个打折 去找小叶 找宋伟平 给他房子能打打折 他老公为了能要点卡赫的东西 吸尘器就问我 三万五次的 还有吗 对吧 就像这些人 你能看到 就是在中共的体制里 都培养了一些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管理者 他们在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他能为人师表吗 他可能说为了一个行业 为了一个个人的前程 前途 为了别人 他去做事情吗 不可能啊 是吧 他只能是为了自己 什么共产党标榜呢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为了他妈的事业 这么扯淡吗 他们全都是为了自己 倒同伐异 所谓的反腐 这不就是他们搞人吗 东哥 东哥我补充一下 这个古中文啊 你看古中文 陈续言抓起来以后 古中文当时 不是 那个陈续言 他的秘书长是那个叫刘毅啊 古中文的儿子是 做经纪人 他和刘毅 他和刘毅 刘毅关系好 那么这个刘毅是古中文 安插到 主席干律师长了 这个刘毅 以前就是个经纪人啊 咱以前做节目讲过 他 我们重庆环岛 以前的外员 南非那个马克 比赖姆斯 是他了 还有其他几个外员 是他了 这个刘毅啊 那么他是和古中文的儿子是 同学还是比较好的哥们 那么这种关系 就安插到主席 你咱们有个PPT 飘香战友 咱有个PPT 主席四年花了二十三一期 这个钱主要是 因为前一段 咱不是有这个规划球员吗 规划球员 当国家体委批 都是从老鼓那批下来 批到主席 那么他这个儿子和这个刘毅 就导顾 各个俱乐部 导顾这个规划球员 他儿子不知道抓不抓起来啊 都给控制了 想想 刘毅 这块大钱啊 这块大蛋糕 二十三一期 你 你这个规划外员 你要买断人家的国籍 包括你要给人签字费 这个圈是桌面底下的 网上报一个价 我说上面我给他一个亿 桌下我给他五千 那五千是我的 那五千万是我的 这块是绝对大钱 但是现在 这个古中文儿子没报 没报出来 抓不抓 这个咱现在不知道啊 但是规划 规划外员 这块大钱 二十三十个亿 现在很多 很多这个规划外员 你欠金啊 那个叫阿兰 还叫什么 这个宏大那个叫 叫叫什么特 叫巴西那个外员 人家从自由生啊 你欠人心 收我规划了 我也收到签字费了 我也收到 收到你的这个 就是买断 买断国籍的费用了 你欠人心 你欠了何种 那哥们儿 那哥们儿回巴西了 拿钱回巴西了 这就是大钱 现在还没报 你说陈信元 陈信元就八千多万吗 对吧 你想陈信元就八千多万了 他是国家企业总局局长 现在看他那个案情里边 没报他的细节多少钱 刚他弄一个万元 弄一个规划 两个规划 也不止八千万 这个概念吧 对 郭总就像国家体制这种 一个体育项目 是吧 在中共的这种体制里面 都腐败成这个样子了 你可想而知 其他所谓的 有点实权的 包括能源 通讯 这些得多少钱 是吧 国家体育总局 你们这些孙子 就包括排球的 乒乓球的 是吧 这些但凡有点成绩的 奥运能拿金牌的 这帮肆无忌惮的贪污 你别的不经常讲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查一查 他们各个去全国 他们建了很多基地 我就问问你 你们这帮孙子 都在管里训练 是吧 你们不像足球 你到了北方的时候 到了冬天 你还真练不了 在室外 对吧 你真还得到南方去 是吧 去去训练什么的 他妈的 你们有病 在全国各地没事干 是吧 哎呀 这个训练基地 那个训练基地 你不在北京 你一个 不是你北京空着 南京空着 你跑到海南去 跑到武汉去 是吧 你们建了那么多基地 干什么的 这里面有多少的 参务腐败在里面 是吧 你们去随便查一查 抓起来无数 顺意的水上运动基地 当时被抓的这个 狗中文的 所谓的四大金刚 其中的一个 刘爱洁 对吧 就在那我们去了 我跟小叶 完了 其中他有一个 底下的小马仔 姓柴的这个小子 你也听着 你再不去好好的 走人生正道 你也危险了 是吧 这个 说叶姐 你们就在西班牙 弄个海外 训练基地 你弄一个 完了 我这边就给你 批钱就行了 就是这个刘爱洁 底下的 我们去 这样的 你想想 中共能腐败成什么样 随便一个人 随便的一个官员 随便的他在底下的人 沾点亲带点雇 是吧 朋友 所谓的 有点利益 瓜葛的 就告诉你 你在西班牙 你弄个训练基地就行了 我们这边就批钱了 当时也是对我 简直震惊 我心里话 这叫什么玩意儿 你说这随随便便 是吧 这腐败就来了 你在这弄一个 完了 这边就 拨了钱 我们就在这 随便玩 随便划 随便弄 是吧 你说抢白了 你说你们这帮 王八蛋这帮孙子 是吧 你说我灭共 我 好有东 叶招营 我他妈的 不是为了这种 未来 不是为了大多数人 为了老百姓 为了这他妈的 我们的孩子 我们有病 对吧 我在共产党体制里面 你以为刘爱杰 谷中文抓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又不用 弄你们的钱 我不需要 是吧 换上来一个王 换上来一个李 换上来 我跟他们一样还好 是吧 你反不反腐 抓不抓 跟我有啥关系 是吧 我们永远在这体制里面 可以如鱼得水 是吧 我们永远会 挣到钱 就像这些 李灵卫这些孙子 是吧 他都成这样了 身上可能污点很多的 最后不是一样 人家还是奥委会的 什么这个那个 国家什么什么 对吧 是吧 很多这些孙子 像刘国梁这些 王八蛋已经 他真是叫劣迹斑斑 是吧 什么他都干 最后你看 他还是 拼携主席 当然了 他已经很危险了 你这个孙子 盯着刘国梁 是吧 你拖了关系 你现在已经不是 八一队的决定 刘国梁已经在路上了 这个腐败其实那就是说非常严重的 是从袁岸民开始 袁岸民其实我就讲一故事吧 这是我妈日记里写的 就在1979年 就是那个当时他们那个就是1978年10月11号刚开完会 就是就使用兴奋剂的那个医务员员的那全体大会的时候 当时那个陈仙说的那个要给医务员员使用兴奋剂 你要不使的话人就外国人使 那个那个那个那我们就吃亏了嘛 就就要求使用兴奋剂 79年的时候那个6月份 那个那个就是那个袁岸民 就是有一天在训练场就找我妈跟我妈谈 就是说哎 那个咱们应该好好地要贯彻一下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陈贤主任的那个指示啊 咱们怎么开始使用兴奋剂啊 这是他在那个这是我妈有记录的 但是我妈当时那就是给他就是一个软钉子吧 他说我他说我们还要呃研究一下是吧 就清风机到底如何使用怎么使用 完了以后对不会产生副作用 就这其实就是软钉子给拒绝了 但是呢当时我母亲就感觉已经在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排球队在在待在一起的意义就 就不大了 他6月份说的嘛 基本上就是8 9月份 我母亲就离开那个 那个排球队就到就到那个那个 体操队来当做医生 随队医生了 所以就说这个女排使用兴奋剂 从1978年的呃9月份 90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这日记都有就是陈长豪已经给孙敏方 郎平他们就是打这个兴奋剂包括这中方 这日记里都有 所以就说这个他们这个这个队呢 技术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说在没问题可以跟世界强队抗衡的前景下 你再使用兴奋剂 其实就是说这都是等于说是你要不使用 反而就是说你好像你不不与时俱进了 或者说你不对吧 你不贯彻 认真贯彻那执行领导的这种意图了 完了以后就是就是等于说是 盲目的使用兴奋剂开始是开始是这样 等我母亲那个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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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头队 也一离开 罗维寺上来就开始吃铁片 吃那个碧云药 这个从80年就开始了 对吧 他这又82年的那个论文 就已经在那个运动医学 运动医学上杂志上都已经刊登了 他给他这些人吃的详细的整个呢 这个这个这个过程他都都写出来了 所以就说这个 使用兴奋剂 这是那个是中国体育界腐败的开始 这个就是说你就像那个那个 袁文明当了体育委主任之后 哎你就你的基建项目全让你儿子干了 对吧 你你退牛鹏上来了 牛鹏你不就抓的就是那广告吗 你广告让让你的 那个亲戚朋友给给给给给那个 就给在在体育体育广告这一块 对吧 你给你给占用了 08年的奥运会 大批浪的机械 你蔡正华你参与没参与 对吧 你知道狗中门这一块 你现在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你开始用规划球员是吧 你完了以后经纪人 就是他你像那个基建这一块 基本上在08年奥运会前 基本上全都给 全都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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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该用的都用完了 现在只能是规划球员这点钱了 那大前全让蔡正华对吧 对吧李富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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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袁运民对吧 基本上让他们全给就是 就是在奥运会的这个基建项目 包括奥队那个冬奥会 这个这个基建项目 这都是有都是可以查出来的 对吧 就是说你最最起码的 你那个 这个这个手动体育馆 在20年的时间 大修了三回 什么东西 就是说一个体育馆 就让你20年之内 大修了三回 你又不是酒店 5年一小修 10年一大修 你是个体育馆 就是在我们这 德国这块 这个我都来了 我就干好了以后 就是说你做那个基础的维修是没问题 但是大修你完了以后又扩建 怎么可能呢 在这个这些发展的国家 就你大修一次 你就可以挣一次钱了 对吧 这是我想说的 这些人 劣迹斑斑 对吧 他还能继续升官发财 对吧 你像袁伟民 像这个这个李灵卫 是吧 这些人 中共的体制之恶就在这 就是说所谓的正人君子 所谓的这些 当表格立牌 真的太恶心 李灵卫 请了吃饭 别去这高级地方不好这 那你妈的 真正去了 我昆仑饭店那一弄 是吧 这个 红酒一开 对吧 他老公 他一样吃喝 没看到 最后 是吧 你结账 你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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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点 是吧 你们 就是这帮孙子 就是 我们要看到的 中共的体制的之恶 就在这个地方 你正常的 比如说市场经济 或正常的来讲的话 都没问题 对吧 你别当表格立牌 这点是最炒蛋的 就是他们在台上 是吧 冠冕堂皇 义正言辞的讲的 特别正义凛然 到了他们自己 真做的时候 这帮孙子是 无所不用其极 是吧 把我们 塑造成了 你看我们 不努力 不刻苦 不认真 是吧 就是你们老叔 是吧 体不好 这帮孙子 袁伟民 9798年的时候 我忘了 反正 这个 在昆明海耿基地 东迅 动员 他就在台上讲 你们再不好好记 职业联赛 就不要搞了 你们现在一年 拿这么多钱 你看看我 一个月才5000块钱 我在底下说 我说你这个孙子 他妈的 你老婆恨不得 国家都给你配上 对吧 你出门 不花钱 汽油费 都不用你花 你这个孙子 还嫌自己钱少 对吧 我们他们一共 踢这两年 踢废了 踢蛇了 谁管 是吧 你就公然的 就在上面 你看 特别义正言辞 是吧 你们再不好好听 这些年代就回去了 就不要再搞了 你看我才拿多少钱 你这个孙子 是吧 你随便 我还讨讨论 我还讨讨 那个 那个 袁远云 他们家邻居 这是一个上将的 那个 孩子 也是个部级干 跟他住一个单元 这 这就说了 他说 袁远云 就是地下室 有他 有他的那个储藏室 他你猜一猜 他插在门 那个 那个 全是红组家具 全是人送的 你还装 装他妈的 没钱花 你太清廉了 对吧 我 我 我那个 今年4月18号 我在柏林墙 做了一个 行为艺术 就是说 加上我的 那个新书发布会 我当 我是做了 这个 这个 就把中共啊 这是我的作品 就是 做了31个人的 这种 性命广告 这是 余在兴 国际奥委会 副主席 李灵卫 这是 国际奥会 委员 这是 那个 周继宏 国际永连 副主席 这是 那个 那个 这个 刘国梁 对吧 这也是 副主席 这个 我就把 这些人 所有的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中共 对这些 国际体育 单向体育 联合会的 这种渗透 我就把这个 31个人 的照片 就贴在 柏林墙上了 其实是这个 这个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的渗透 这里头就有一个 就是前几天 发生的事 就是现在国际媒体 包括有些 体育组织 就提到了 就中国 像那个 反兴奋剂机构 就是 那个 就是说 就提出 就是说 中国使用兴奋剂 就被查着 查出阳性的 20多个应用员的事 回复了 他说这个事 就是吃瘦肉精 吃这个 饭里带 很正常 这里是谁呀 这个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 这个副主席是杨阳 这已经是 已经是第二次连任 对吧 是正常 你也很正常 对吧 一条波跟你们是同一时代的 对吧 一条波被抓了 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 要留什么瓶子 那也被抓了 你没被抓着 也很正常 都很正常 所以说 这种 这种一次渗透的 这样 就是说 这些人呐 不要脸 我也不知道 这个 这个中国人开始不要脸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反正就是说 这个 就提却这种不要脸 已经是家常惯犯 哎呦 我就 这个 这个 周继宏 在你任上抓了多少个人 不知道 你知道吧 都被抓住过 他还在这任上当副主席 还挺 还挺能干 像这些女的 周继宏 李林贵 杨阳这些 要不他就抱了一个大腿 要不他就要 找钥匙 绝屁股 他必须要把屁股 绝起来 把这个领导 吃苦修复了 他就上位 你看 他们就一直在这个壁上 待了多长时间 他们 你想 我在机总下边 就在省市建了这些 起工队啊 这些 要干上女领导 这些 基本上 家里老公 都不管了 在外边 在外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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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找到 年龄 反正也已经大了 对不对 确实屁股 算啥事 但是 把 吃 搬了 跟谁 学不是 一样 这是他们的 这个蓝金黄 重要手段 之一 而且 中共的这些 女干部们 已经 无耻至极 就是 他自己 就前两天 抓了一个原先的 山东省的 原来济南副书记 什么 当过青岛的 什么常委 组织部长 什么统债部长 就编什么 一个女的 就是 告诉这个女的 上面写的是什么 这个 女领导 五毒俱全 你想想 这个 这个女领导 五毒俱全 那这是什么呢 赤喝嫖土抽 对吧 五毒俱全 是吧 一个女 韩文女 女领导 他都能 五毒俱全了 你就想一想吧 这些中共的 这些女官员 包括体育界的 这些人 都会是什么样子 是吧 不查你们 你们这帮孙子 填那个脸 告诉你们是 什么这个冠军 那个奥运 是吧 一个 真正查到你们的时候 真的 你们 最后 为什么 中共有时候 确实他们没脸 没脸 再敢查下去了 因为真的你说 他把李灵卫啊 像周济红啊 这些人 包括什么杨阳 这些 所有的一个一个都查出来 就是狗中文 陪狗中文睡觉的这个女的 我就问问你体育总局的 是吧 一个运动管理中心的一个女领导 女教练 或者女的 有那么三两个人 一两个人 我就问问你 如果把你名字点出来 是吧 你共产党 这个脸往哪 放 是吧 他们有时候 确实 你说不反吧 民怨太大 反了吧 确实是最后亡党 你不反 亡国 反了亡党 他们对他们来讲 真的就是一个两难的事情 而且这帮人 真的就这么干 他不是假的 那么彭帅陪张高丽睡觉 那是假的吗 他不可能 就是说他一个人去陪 是吧 陪了一个张高丽 李高丽 王高丽 狗中文 李中文 袁伟民 李伟民 是吧 这多了去了 这些 包括这些总教练们 包括这些 掌握一定有能力 包括省市 一级的 太多太多了 国动就像这种 就像伟东 你都知道 就是 这些男的 出去了 所谓的 找小姐了 这些女的呢 武毒俱全干什么了 是吧 一个 贵阳的一个 什么前东南的一个女的 领导干部 高丽 一年 开房 二百多次 还是三百多次 就是基本上 隔三下午 除了她的生理期没开 基本上天天开房 一个女领导 跟这些男下属和 她在包养点什么 小鸭子啊 什么这些 一些这些男孩子 这都是 你就想想 光别的这些人干 那些女领导干 统战的 什么这些组织的干 你体育的不干 这里面 最终 慢慢揭露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让你 无法去 最后去去去去去去 普通人 你不知道 对吧 我们不说 没有这个平台 很多人 不敢 想象 真的 韦东知道 在体育总局 当时还有崇文区 是吧 就在咱们体育总局旁边 那后面有个夜董会 张布莱他 但是 他就是有这些性表演 女的表演 跟泰国的一样 就进来脱光了 完了就给你 又是吹气球啊 又是写字 又是喝啤酒 开啤酒 他就告诉我 蔡正华他们经常来 韦东 这就在咱们 大家旁边 是吧 这些王八蛋 你想想 这个这个 什么蔡正华他们去 刘国梁他们去 李福荣不去 袁伟明不去 是吧 李永波不去 我他妈不信了 刘国梁你们这些孙子 孔六波也这么不去 男的都去了 女的怎么办 你以为这些人就不找鸭子 他们就不娶武剧 第五区 罗伯 这个就这种这种 这太多了 就是那个 就整个 咱们那个院里头 就是那当时 海东你们住 那个院门口那个楼 我们在里面 那个楼出 那个 晚上 回来的时候 我就看见 我们那邻居 这也是一个鞠杠 现在 退了 他老婆是 是哪儿 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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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传医院的护士 我晚上回来 他我看见了 那车给送到江东口 还 抱着还啃呢 让我给捉 让我给捉 你这个都没法说 这个 这都是 在这个社会上 社会上有的 体育界里头 也有有 而且有 你各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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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现在啊 这是 两千年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很清楚 正好是那个 周恩发演的那个 满 满 尽 是黄金奖吧 嗯 对 啊 我老娘那时候 正好 我一帮哥们 那时候 我老娘做饭好吃 带到家里吃饭 我老 说到这个话题 就说到 这些 就说到这个 这个 满重 尽是黄金奖 我老娘说 什么满重 尽是黄金奖 现在满重 尽是绿帽子 哈哈 啊 两千年的时候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道德 伦桑 败坏 从那时候开始 我也接触很多 一直发展到现在 从那时候 就是一人带帽啊 一人带帽 也是鸡犬生前啊 呂同学啊 一人能带上 一顶好绿帽子 带懒活还不摘下来 全家跟着跑步进小康 对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社会啊 包括他讲了 这些女同志 是吧 出去业务弄 叫女强人嘛 强哪里强啊 她懂她会业务 什么业务啊 床上业务好啊 对不对 弄紧帽子戴上以后 老公还在旁边给 就是把门放事呢 已经就中国这个社会 到今天啊 小平同学说 黑猫白猫 抓住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什么黑老婆白老婆 能拿回钱来的老婆 就是好老婆 对吧 你长得丑长得坠 你能把钱弄回来啊 就这个道理了 现在 国东 你讲的这个 伟东 就是国东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说让我 体会到了 深深的体会到 中共 中国 到今天 共产党 这么多年以后 被 道德沦丧成了 没有任何的礼仪廉耻 跟一点点的羞耻心 刚才伟东说的 不要脸 是不是 国东 我都不愿意讲 但是 如果你不揭露出来 你不讲出来 不让老百姓 更多的认识到 这个社会的丑陋 这个共产党统治底下的 这些人伦的 道德的沦丧的话 你真的 你未来就是更惨 是吧 大家说 孙智海 你们知道 是吧 那是 孙智海 有一年 当时 他所谓的 他开了公司嘛 所谓的 他那个什么 海球啊 是吧 完了 有一个活动 他把米卢也叫来 是吧 我们一块参加完活动 包括张碧主持完 活动完 他要在一个酒店请吃饭 我们几个 我米卢 还有谁几个啊 什么什么 马明雨啊 类似这些 李斌啊 什么这些 我们几个 在酒店吃饭 完了 大家 喝酒 吃饭 吃着喝着 当中 孙智海 都能 他让他的老婆 王嘉瑜 佳佳 那是从小 他们 我看着他 长大 这帮孙子 在大脸 吐在我们家 拉了我们家的人 是吧 这个女孩 他都能让他老婆 今天挺好的 嘉嘉你过去 一个人得给亲一下 卧槽 郭东 这是 不是 美东 你想一想 这是孙智海 他就让自己的老婆 在座 每个人去亲一下 你说 为什么都成为 英国 这个英国礼仪是吧 人家按照英国那个礼仪来了 这帮 已经 不要脸 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底线 是吧 就是只要我能 这个事 只要我能得利益 只要他们都去干 那么孙智海 走到今天 是吧 他们最后了 他能说出 中国人 什么东亚人 也不行 这 完了最后 弄成了自己 干点什么事 都需要众筹了 是吧 你就想想 在这个社会当中 把一个这么样的 一个孩子 是吧 非常单纯 反正在英超 一百多场出场记录的人 最后弄成了 现在这个模样 已经没有任何的底线 没有 而且 没有任何的思维 高度 他认为 中国人就不行 人种不行 他在英超 踢一百多场 你怎么踢的 孙智海 你中国人种不行 那你怎么踢的呢 是吧 你能不能 人家 人种行 国董 你要知道 他去到那时候踢的 可没有任何的 后面的赞助 他是 这是 当时 他九百事 当时98年 98年的时候 范志毅是80万磅 他是50万磅 卖到了水晶宫 98年 当后来 当时是买我 和范志毅 是吧 我这大连肯定不能卖 他们说 你都不知道这事儿 其实我们最后就 把技法就给弄下来 你就别想了 就根本也 就没跟你说 是吧 当时小贩是80万磅 技法是50万磅 去的水晶宫 完了以后呢 打着打着 因为大连快掉急了 99年又把孙智海 给弄回来 完了弄回来以后 踢了一两年以后 完了又把它卖到曼城去 那么他在曼城是从英甲 一直跟着这个凯文鸡刚 完了最后升会英超 完了埃里克森带 完了在英超 最后踢了很多个赛机 在曼城英超出场 都过了一百场 这么一个人 回去也是满场起立股胀 这么一个中国的顶级异劳 是吧 完了就能轮落成精力 中国太阳王 对啊 完了 中国太阳 完了他的所作所为 他的行为 他的认知 你想他真的就应该慢慢的 真的看一看 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 看看 当年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么多话 是吧 没有给他直指 这些核心 是吧 但是今天孙智海 你应该看一看 郝海东所有讲的这些东西 是吧 你所谓的人种论 你所谓的这些行为 你都应该很好的反思一下 我不仅仅告诉你 你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 所谓的认真训练 所谓的要对得起你的职业 不光是这些 但是你要知道 就像孙智海 他走到今天 也是有机可取 他不是一个无缘无故 郝东你要知道 这么多外籍教练 所有的人都不那么让他踢啊 米卢把他摁在板凳上 基本不要 阿里汉 让他成了我的替补 是吧 他爸在公然的场合 骂阿里汉是个秉裁 是吧 就是这么多的 就是外籍教练 他怎么就会对你 这么大的意见 下台又会英语 他不像我一句话不会讲 我跟米卢跟阿里汉跟霍顿 根本没法交流 包括石拉普呢 包括我在大连跟柯萨 是吧 也都那个 但是没有一个外籍教练 说 郝东 你比如说在队里面 怎么怎么 你训练不认真 什么凌驾队伍之上 或者怎么 没有 对吧 但是 孙智海 你到了今天 你都能让你的老婆 最后在一个饭桌上 公开的场合去 亲一下每个人 亲米卢 亲华冬 亲蜜蜜蜜 亲马蜜蜜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你亲个老外 年龄长一点了 教练师父 这个都可以理解 是吧 对不对 我和亲华师父吃饭 包括给师父 过生日 碰到一个什么 要表示一下了 这个咱都能理解 那么你就叫自己老婆 这个 有点 超前了 笔单超前 这些 都是 我说 社会当中 一个 根上的什么东西 让大家 会做出这些举动 是吧 他才能去说 卧槽 郭东 只要我们 我打死 我可能让 陈一让小叶 去亲什么 他妈的 你是我 操他妈 你是我 那妈的祖宗 神经兵 我去 对吧 你是我的 什么 这两回事 对吧 他不需要 你去 跟自己的老婆 或者爹娘 或者什么 就像我不跪 红法寺的 那个本化大师一样 什么 你一百多岁 那个大和尚 没问题 对吧 我尊敬你 但是我不能跪你 我说我跪我爹娘 我还都没跪过别人 是吧 你他妈跪个屁的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是吧 我知道你 佛法很实 你也一百多岁了 你很值得尊重 那没问题 但是我为什么要跪下 是吧 我不是跪你的 对吧 这些东西是根本上 人的一种底线 是吧 我也 就是这样 对吧 你跟我讲 破了天 我不认可你 所以共产党体制里面 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它是都是有原因的 它是小事 最后慢慢积累成 所以没有人去灭共 对吧 感觉我们灭共是傻子 是吧 有神经病的 你喝 王国东 叶昭 你们包括伟东 你跟他那么好 干嘛 有病 跟你有啥关系 是吧 中国人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你有吃有喝就得了呗 对吧 他都不想 在这种土壤 在这种土壤 这种环境 我现在 我今天呢 我想还要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保护伞 谁是他们的保护伞 这保护伞 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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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 紧接着放这个 王东风 放王东风 那个小视频 动小平 同志 动大哥子 咱们的动大哥子 动伟人 动巨人 这个 说了这个 童娃娃抓起 王东风 是这个青少年 发展委员会的主任 足球发展委员会 也是 懂于叫其 叫其育师的 叫 这个 部长 不放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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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 童娃娃抓起 放那个 王东风那段 抓起来那个 王东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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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小视频 王东风 小视频 不是 这个 这个是跑步了 那个 鸡蛋了 2月16日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王东风 决定逮捕 教育部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 历史原司长 王东风 政厅级涉嫌贪污 受贿一案 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 日前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贪污罪 社会罪对王东风 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022年8月30日 中纪委网站引述中纪委 国家监委 驻教育部 纪检监察组 山东省纪委 监委消息 教育部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 事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王登峰 山东 安邱人 1965年出生 北大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4年担任北大团委书记 后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 2006年4月 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 2011年11月 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司司长 2014年1月 王登峰当选地世界中国足协副主席 2015年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 方案明确提出 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 发挥足球育人功能 推进校园足球普及 也在这一年 王登峰开始担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采访中 王登峰曾表示 七年多来 教育部主要通过四项创新举措推进校园足球改革发展 包括建设校园足球特色校 构建竞赛体系 打造满天星训练营和建设荣誉激励体系 2022年8月23日 2022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在沈阳市开营 王登峰在开营仪式上发表致辞时说 校园足球作为中国教育创新与足球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是王登峰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据说 王登峰是在办公室直接被带走的 王登峰的岗位非常有意思 任教育部的司长 同时又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 在人民群众眼里 教育和足球两大领域都是腐败的重灾区 王登峰也是教育部和中国足协近年来被抓干部中职务较高的 王登峰这个孙子就是主抓校园足球的 教育部主任啊 这是一把手最大的 这是狗中文的部下 他们一个团伙的 才探了四千多万 往往没抓起来 先把这个孙子抓起来了 来杨哥谈谈保护咱的事 我谈的就是我是在2014年 就是说我做的这个采访呢 就进入了那个北京市安全局系统的视野 有一次他们请我吃饭 就是安全局的 笨桌上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就是共产党的 目前这一敲走 让我咬谁就咬谁 我一听我说哥 我说你看上我哪块肉了 我说你随便咬 哈哈哈哈 这其实就是 他其实说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来找你 不是我来找你是那个国家许育总局 让我来找的 这还是 那个那个我们还有点情分 跟我说的这个话 我现在要谈的是什么 就是保护咱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兴奋剂利益集团 已经不是完全是兴奋剂的问题了 完全是有黑车复利背景的问题 整个全国一盘棋 对吧 吃兴奋剂 大家都吃 吃完了兴奋剂之后 大家就得奖金得奖金 该晋敌晋敌 对吧 就形成了一整套的产党交 一条量 这就是那个北京 这是那个从那个截屏下 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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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那个 国内的那个网站上 腾讯嘛 那个他这写着 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 驻国家体育总局 警务工作室 接牌仪式 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 看得见吗 可以 这里头有谁呢 就有那个 那个那个原来族协的那个 那个副主席 还是秘书长啊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现在后来当训练局局长的那个那个 颜仪式协 颜仪式协 这里头这这这鼓掌那个 鼓掌那个 就是颜仪式协 就是说你像那国家训统局你什么单位啊 对吧 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有武警把门 完了以后你还你还顾着一帮保安 你还在这个那个 这块还那个官局还给你设了一个警务办公室 你什么单位啊 你这不就是吓唬这些 运动员教练员包括工作人员吗 你跟我们唱反调 最后的结果就这个 就有一个 这个这个内保局的 就是属于那个 蹲点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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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局的这么有 就是那个那个 有一个体育 就是那个公安的 一直跟着我 跟了我七年 跟我谈了一百多次话了 他的谈话 这人假名字啊 叫刘军 但是他跟我谈话 我录了有七十多回 我这也 我这我这录像 有录音 也有摄像 他们他们的脑袋 我都有 这照片我都有 这不就是 这完全就是雇佣 这一个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些警察 你们自己那个那个 形成了一个黑社会的一个一个群体吧 你牛逼啊 你蔡正华很牛逼啊 对不对 完了 刘鹏的秘书就说了吗 追求公平和正义 只是一个念想 对吧 这这秘书姓黄吗 这听我是 他面前面 他跟我妈讲的 我在我在后边 我听着呢 这是2008年年初的事儿 对吧 你耍流氓吗 对吧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这些腐败 私生腐败之后 他肯定是要有那个 那个 他要拿出一部分钱来 来找他的打手 这就是 他雇用了那个北京市公安局 内保局 这警察作为他的 黑帮的打手吗 对吧 那个啊 我是共产党门前的一条狗 让我咬谁就咬谁 对吧 跟我说的 但是 你说你作为这条狗 对吧 你没 你没有是非了吗 对吧 就是畜生了吗 对吧 你咬谁呢 对吧 你没有是非的前景下 他说你 你他妈胡扬 你就疯狗啊 对吧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除了这个抓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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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总局 这个腐败之外 就是说 他的这些 参加护院 他自己花钱 雇了的这些公安人员 那 那这些人 更可恶 他对危害社会 对吧 亵渎法律 这都 这就是铁证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那个 对吧 这是那个 腾讯 登出来 这是铁证 就是美东说的 东哥 东哥 你讲讲这个 杨哥说的这个 完了以后 就说 咱讲讲那个 王冬峰 王冬峰才贪了四千多万 你先讲讲那个 对啊 咱们就说 就是说中共的体制底下 都是官官相护 都是他们 一定会 背后有保护伞 他们本身 都是酒囊饭呆 是吧 害怕真正的人 懂了事情 让老百姓 运动员 教练员们 所有的这些人 明白势力 敢于反抗了 敢于揭穿他们了 敢于起来 跟他们斗争的时候 这帮孙子就害怕了 所以他要利用 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打手们 利用攻坚法们 他们的黑箱操作 黑社会的性质 有组织犯罪 那么就像王冬峰 他最早上来 当这个所谓的校园 足球办公室主任 当了足球主席 最早开始 又是 一块去佛山 我们当时 我带的 我有股份的这个 国务越野足球 俱乐部 我们有的这个 全国校园冠军杯 比赛 那年是在佛山 有一战 我过去 他就过来 因为他刚上任 刚来去 让他搞校园足球 因为 当时习要上来 全国都弄足球 包括校园足球 也给提上一个 很重要的 议程当中 通过体教结合 大家怎么来去 提高足球的成绩 出人才 那么一路 我跟他讲了这一切 最后这个孙子 就是讲白了 共产党这些孙子 没一点的水平 但是呢 这帮孙子 就是要重宝私囊 我跟他讲 我说 你校园足球 一定是普及为主 完了以后呢 但是呢 我说你要有组织 有时间 有人员 去来去训练 我说你不能 说拿体育老师 教你妈田径的 教平方牛的 对吧 教数学的 你来去教足球 我说不行 要有真正的职业教练 足球教练 来去 有这些 这个这个 教这些孩子们 我说有场地 有时间 有组织 告诉他 健全体 健全的人格 健康的体格 这都是我告诉他的 你看他 所有王冬峰说的 最后他就 我说你 甭多 你全国甭能一万锁 能十万锁 我说你能弄一千锁 按照这个来 有比赛的 当年有 当年他 王冬峰计划 两万锁 两万锁 足球特色 特色学校 对啊 当年 这个真的就是 对啊 就是我跟他讲的 这些 最后他去 要实施完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拿钱 他不会 我所有的 我说要有竞赛体系 要有小学 中学 高中 完了最后 他所有的一切 他心里话 哎 华晓东讲的挺好 但是他就要是为了弄钱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什么全国青少年夏令营 那是从 他把我们的这个 全国 校园冠军队联赛 都给弄没了 弄成了他的什么乱七八糟 把我们这个 赛事就给 咔嚓掉了 就是所有共产党的 他们要干的事 就是他们要中保自己的钱 中保私囊 我跟他一路吃 一路的喝 在佛山 是吧 完了回到北京什么的 我就再也没找他 我们也不会再有什么 那个了 他也不会再 去来去 到国务院 也到我们这儿 真正的大家 开始的合作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给他钱 我郝亦东不会说 我告诉你的 都是你作为领导 你宏公安的东西 对于我自己 我不想从你这儿 得一点好处 我也不想拿你的项目 我也不想 我所有的 比如说全国青少年 冠军队联赛 我郝亦东当新乡代言人 我能去做广告 我能来赞助 我们一年年搞得很好 是吧 国务院没问题 问题是你这个孙子一上来 一旦你有了私利 一旦你想用你的行政手段 来干预的时候 慢慢慢慢就完蛋了 对吧 最后我们这个比赛也没了 你他们弄了一堆乱七八糟 对啊 最后你也是死 共产党这种体制理念 一定最后是家破人亡 你没有一个 你想说 除非你能基本的底线有 你说我不去最后搞老百姓 不去搞钱 差不多 就是说我还能有个底线 你还有一线活着的机会 当然会很憋屈 但是你还能去活着 但凡你有一点外信思 不管你是贪财贪色 贪钱贪什么贪权 最后总要弄死你 就像伟东在说的 像国家体育总局的背后的保护伞 你们这些人体育口算是在中共里面 最不是什么东西的 你们没有什么权利 你们所有的这些干体育的人 都跟孙子说的 是吧 见了每个领导 对啊 跟你同一级别的领导 你也有求于别人 好像你他们我们都成三孙子的似的 是吧 连人唱歌跳舞的都不如 真的 八一体工大队正师级 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军级 对吧 你看看这帮孙子就是一个他妈的 就是这么一个这个位置 你都看看中共会把你当成什么 他们把我们不当人 一点不给你一点点的这种尊严 按理说 一个行业 一个全世界 最最受人尊重的这么一个行业 凭真本事的一个地方 在中共就被弄成了一个 所谓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最他妈的不是玩意儿的一个东西 扯他妈探了 是吧 这些东西最终我们揭露出来了 告诉大家 这些人都干了什么 国动就像王东风 当年他上来的时候 当时说吧 14年什么 我忘了是14年15年还是什么 我们在佛山开幕的这个全国青少年校园冠军比赛 这都是我们国外越野的 我说一直弄啊 等他有了校园 什么什么办公室完了 没 过两年没了 完蛋了 是吧 这些都是共产党你做的恶 你们这帮孙子 你们这帮人 你说你不下地狱 你不被抓 谁被抓 是吧 我和当年你刚一起来 刚一出来干着活的时候 我在佛山 我随随便便跟你最后弄成 我讲的这些 你没有 你没有理念 你没有概念 你什么都不懂 我可以跟你勾兑 挣你无数的钱 对吧 校园足球 你他们都能拿着足球做体操的人 是吧 这就是你干的事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从根上 你们这帮孙子 从头至尾 就想着怎么捞钱升官 怎么拍马屁 怎么卖上 没有一件事 你想 我为了孩子 为了真正的体育 为了真正的足球 为了这个行业 干点事 没有 所以你们一定是死 什么王东峰 李东峰 都是这样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郭东 你可知道 当年 这都是 我每一个人 每一个事 每一个都是我亲身经历 这个东西 可不是 郭东 我说的时候 我讲了 每一个事情的时候 是我华宇东 亲自跟他们 每个人 吃饭 喝酒 谈事 怎么回事 我都是 实实在在啊 我可不是在这听人说忽悠 我讲的每一句话 每个字 每个人 都是我亲身经历 所以我才在这 敢于说 我最后我们灭共 我理直气壮 对吧 我们有什么呀 对啊 我就是对你的这个政权 这个他妈的操蛋的组织 对吧 奴役了这么中国人 不让我们有任何的 这种平台 有任何的发言权 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权利 我对你的反抗 有什么错吗 对吧 就像前两天 西班牙的电台采访我一样 你对中共的 我说中共就是一个独裁的邪恶的黑帮组织 黑社会组织 他跟他们的什么这个建设的一个东西 他没有关系 对吧 任何关系都没有 没法 我们没有让他代表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的选票 对吧 好的 郭东 好 我说一下那个王国东 不知道那个谁 那个王什么风 那个 好吗 没有亲戚关系啊 好吗 没有亲戚关系啊 好好 好 你知道我怎么办吧 我就想到就是说 武少祖那时候刚来提委的时候 当时提委呢 那个最大的一个局就是训练局 其他的 其他的司啊什么的 就就就顶多几十了 就那那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局了 完了以后他这个局呢 也是利益就是利益最大 最有广告各方面 也是挣钱挣多最多的一个局 当时局长是李富荣 但是他呢 他的手伸不进来 伸不进来 他就他就把一个叫刘吉的 给插下来了 在训练局当党委书记 但是但是后来就让李富荣 也给挤着走 就等于完了以后 挤着走之后怎么办 就是说你没法 你的有些想法实施不了 他就把训练局给打散了 分成就变成了那个局域改革 就变成了那个 那个十几个中心了 完了把这中心跟那个训练局 全是平局 平级单位 这就是那个 这个武超祖做的 就等于说 其实那个谁呢 那个狗龙门来了以后 他一看 这块那个 这个足鞋这块 是块肥肉 他就把这个王东峰 给安插进来 王老师一起 对吧 一起就来 吃这块蛋糕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说你包括这个 这个袁远民也是如此 袁远民你那个 他媳妇把那个 就是那个 国际网购中心 你提前解约 你就首先拿了两个多亿 对吧 你完了以后 这两个多亿里头就赔偿 日方的钱 也有你们的遣散费 你每一个高管拿到高的遣散费之后 你又进入了又合并了 进入训练局了 对吧 你如果说你要合并进入那个训练局 训练局的话 你就不应该去拿这个遣散费 每一个人 对吧 你所有这一切 就是说你包括这个宿舍楼的改阔改建 就是那个 就等于说是那个三十厂那块 那个整个新的四居长楼 那个楼 大概有七八栋 那个建设 你儿子参加没参加 对吧 那个提委的改阔建的办公楼 你儿子伸手没伸手 对吧 这所有这一切都是 那你每任主任上海 你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捞这个 这个贪腐吗 这个钱吗 其实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网上也谈了 谈了一个什么 就是说 那个说姚明 姚明挣了这么多的钱 完了以后他不至于贪腐 就说明这个人没见过什么事 贪腐不在于钱多钱少 对吧 这个事儿就是说 你在这个位置上 所有周边的人全在贪污 你不贪污 怎么可能呢 对吧 最后这如果说你 你很干净 这他其他这九个人 都他妈不干净 一起说你 你就是你呀 贪污了 对吧 我妈就是一个例子呀 对不对 就 那个八九十年代 就我妈一个人 站出来说 这吃腥肤 腥肤不可以 不可以怎么办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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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给 边缘化了吗 对吧 他 他抓不出 老子太太 有腐败 要抓出 有腐败 你就 就是腐败的点形啊 这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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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我就 这是我对那个 王东芬 这种这种看法 就是说最后 肯定是那个 狗龙文 看到了 竹节这块的肥肉了 完了 火同 他儿子一起 就把这块肥肉 跟芒芒芒一起 把这块给分了 是的 好 这是 好 这是肯定的 那个 你说 小强战友 让咱们再放小视频 这个 中日孩子 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一下 董哥 你看过的 你当时看过 这个小视频 咱以前 没放出来 没来得及放出来 好 小强战友 谢谢 来来 这个 刘翔 刘翔的师妹 都是刘翔的师妹 来来 这啥呀 这啥呀 不等吗 不等吗 还有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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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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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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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